我以前的梦想是拍电影 拍出感动人心的作品 但今年我25岁 我做的事情就是 尽量赚更多钱 图个温饱 我来这边寻宝 我以前会觉得说 我到了30岁 我可能就是会有 很好的事业吧 然后可能做一个铁饭碗 然后时间到了 结婚生小孩 可能就是五六十岁退休 还是什么的 会有一点沮丧 到了这个年纪 我怎么还是没有闯出一个名堂 有些人都说 我们30岁以前要结婚 到一个年纪一定要成家立业 几岁要赚到人生第一桶金 几岁要退休 但真的一定要这样子 才能成为所谓的成功的人吗 台湾的社会 中有多大型的高科目 這群大型的高科目 還有大型高科目 大型高科目 在美國中華人疫苗 但有多大型高科目 最大的高科目 是一位高科目 已經一位太佳 也非當中的高科目 這位在美洲 比较困难,比较困难, 比较困难, 因为货币的货币 和在最近的年代的货币 是一种货币的货币 是一种货币的货币 让人们的货币 不过去建立的未来 或追求他们的梦想 只能做摄影 看他一开始给的条件不好 只可以给我两万六 我现在正职工作以外 我还要去坚持 现在我们就送完三单了 这样子是两百零六块 对 像今天的话 因为下雨天 所以我们跑的距离 就会比较远 所以这样子 钱比较多 但是也比较危险 像刚刚在地上 其实有些车还是开很快 目前我正职在一个 新创的新闻媒体平台 我必须要写企划 不管公司活动 对外的行销 然后你都要想这些方案 怎么样公司业绩更好 我负责做video的 我们要写脚本 公关的东西 也是我一个人负责的 我大概是九点到六点上班 但是加班到七八点是常态 我家在桃园 然后公司在台北 我每天桃园台北通勤 来回的话大概 每天三个小时 选择通勤的背后 就是为了要省下 在台北租房子的成本 我通勤的成本一个月 大概是三千块左右 如果我租房子的话 在台北可能是六千起跳 我通勤的话 我每个月可以省下 将近三千多块 悠悠 下车 谢谢 我会不会觉得 这样子比别人累一定会 但是这是我的选择 在我有足够能力之前 我都不会住房子 就只能选择通勤 对 现在这样一天下来很累 因为上班 上外送 然后今天下大雨 又冷又累 想好好睡觉 我还有在军岳饭店 兼职洗碗工 两个礼拜就有机会去一次 目前实行是180 我觉得职业不分贵贱 洗碗工并没有说比较低贱 并不是说你有大学文凭 你就高人一等 我目前还在还学贷 还剩下到19万 目前下来是一个月还五千块 除了学贷以外 还有之前朋友借我的钱 我现在准备要来翻译 印记 像这个的话 翻译一集是两百块 那一集大概四十五分钟 有时候我会觉得说 是不是真的没有路了 走在社会路上 然后就是觉得说机会很少 也不是说我很挑我怎么样 所以我就会觉得说自己很stuck 就是说我学习了这么多 我有理想 我想要做一些事情 但是好像不被现实允许 联系人一开始刚进入职场 没有经验没有技术 它很大部分都是落在我们在讲的这种相对低型 去年的时候有个同学毕业了 他说他想要去从事这个编辑这个工作 结果人家开价才两万多块钱 我真的是我就觉得很痛恨 两万多台北如何过日子 一份工作没办法满足我的生活收入 我只好再去多监第二份第三份工作 所以它是基于一种生活需求上能力 或者是收入的提升 而还是一个处在一个无法去规划 一个自己未来的状态 也很重要 一些人提供台湾的系统 而是有關於太多學生學生的學生 缺乏技術 這令人不想要更多 但這不是只是問題 的低開始賣的新學生 明Ru worked as an engineer for four years before she felt compelled to call it quits and start her own business 這是一個程式的企業 我現在在做一個叫Easy Taiwan的服務 是在服務外國人 那他們剛來台灣 他們不會講中文 我就可以幫他們 處理大大小小的生活 疑難雜症我都可以處理這樣子 我的大學文品 我是讀高雄科技大學的造船與海洋工程系 我是學機械工程 像是台灣的那種傳統機械家工廠 我一開始是畫字圖兩年 然後我後來去做業務工程師 就是投標公共工程的 做了快四年這樣子 當初做工程師真的是有一個想像說 我未來可能是非常的穩定 但我沒有想到說 這樣的未來其實沒有想像中的這麼美好 畢業四五年你的薪水大概就是三萬至三萬五左右而已 對雇主來講 因為讀大學的人很多 就造成過度供應 那我好像薪水只要給那麼一些些 你們還是要來 所以就帶動不了那個 企業界要調整薪水 我試著去提升我的商業書信英文 然後我也再試著去提升我的口說能力 來讓我的薪資有更好的水準 但是我坦白說我 可能一次就一年可能一兩千吧 你不會想說可能可以追得上我的同才的朋友們 有一些是在比較大的企業工作 那他們可能一開始一進去 起行就可以拿到快四萬塊 我在這間公司熬了四年 但是我的薪水還是沒有到四萬塊 你就會覺得有點失落 你會覺得有點失落 但是我沒有想說 我還在這間公司熬了十年了 幾百人的中型企業 然後那個薪資條件就壓得非常非常低 像我那個學生就是很有能力 他我幹嘛還在這個地方跟你耗呢 我就離開了 你可以想見這樣的企業 他還能夠如何做得更好 不太能 因為你根本留不下人才嘛 但是這不意思 全都沒有漲 aus 全都不在這間公司 從2012年 大約1,000人在台灣 有普通 website 有24%, 超 follow來的 最多月的問題 是發展 一試orem 另一步 大約1,000人在台灣 可以買你 16,000杯 大約1,097杯 大約1,000杯 大約8,000杯 很多父母亲都讲 我让你去读大学 结果你大学毕业之后 领的薪水还不如我当年 只有高中毕业领的薪水 现在年轻人他们的父母 就是在1980年代出社会的 我都把它称为台湾战后的 薪资成长的黄金年代十年 他们一毕业 就是台湾经济薪资 都是好的时代 平均每一年的薪资成长率 是超过12% In the 1980s 台湾's economy grew at its peak at 14.25% It's a stark contrast to single-digit growth over the past 10 years 台湾年轻人 跟他们的父母 面临的经济环境的结构 老公市场的环境 是很不一样的 And these younger台湾ese like Minru have to find ways to cope with the new realities 这边是我的客厅 你们可以看到 几乎所有东西都是二手的 这个餐桌 就是我一个 Easy Taiwan的客人 他要搬家 然后他就问我说 要怎么办 我说没关系 我帮你带回家 这也是一个朋友 才要回去美国 然后我也是用铃园 拿到这个冰箱 这个也是不用钱的 其实我真的有算过 我觉得全部加起来 我有省了 大概有十万左右 但是其他人 有更多的时间 遇到责任的责任 尤其是在台北上 尤其是台北上 北飘 或北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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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比较大利 或比较大利 多数千北飘 在台北上 住在台北 和新台北市 而他们遇到最大的挑战 是 责任的责任 这个房子里面 总共有三间房间 我的房间是最小的 大概只有两瓶多 我会选这间的原因 是因为租金相对较便宜 是一万亿 小坪住 比较不方便的地方 它就是 东西要拿出来 就是可能 你就势必一定要弯腰 然后就要移动很多东西 我本身不是台北人 那我是在彰化出生的 2009年 来台北读大学 我以前就读 佛仁大学中文系 那毕业的时候 大概是2014年 那为什么会 带在台北 主要是因为 彰化本身是一个 务农的大县 那边的就业机会 没有那么高 薪资也没有那么好 我现在在做我的工作 是居酒屋的服务生 那另一方面 我本身也有在跑市集 卖矿物 然后卖自己做的箱 跟帮别人占卜 我现在一个月收入 大概2万6到3万5之间 那有时候不一定 这几个月来讲 其实是没有储蓄 最大的支出 真的是房租 很多北漂来台北的人 会有大概超过三分之一的可能性 都是花在房屋的租金上面 那你如果想要找 相对较低的一些房源的话 如果是七八千 可能一去看你就会觉得 这地方应该是有凶杀案过 要不然就是闹鬼 这个环境你住了 你应该会觉得很崩溃 在面对父母这一块的话 其实正常来讲就是 报喜不报忧嘛 不会去跟自己父母讲 我现在收入不多啊 然后我觉得过来好痛苦 或什么 你已经30多岁了 难道你还要靠他们养吗 可能就会拍一些 看起来比较宽阔的空间 他们看了之后就觉得 好像还过还不错 其实台湾的租房市场 这几年越来越不受控 我们其实看过一个 报导者的数据 在双北地区捷运沿线的房子 过去十年来大概 增加了30% 但是年轻人的薪水只有 涨不到16% 台湾年轻人要不吃不喝20年 才有可能买得起一间房子 那我不吃不喝20年之后 还是不是买得起 我之前有时候偷偷都会下班 然后跟不同仲介 约看屋这样子 因为我就是对买房 有一个梦想嘛 我想象中的房子啦 可能会是三房两厅两位浴 这个感觉还不错 因为它看起来很明亮 然后它的地点也还蛮不错 如果一个月的薪水四万块 我想要买一个房子 那我没有办法买全新的 我只能买二手的 三四十年的老旧公寓 爬楼梯的也要五六百万 那我一个月可能也要缴到 两万至两万五的房贷 那你想想看喔 我一个月四万块 我把两万五拿走 我只剩下一万五 请问我要怎么生活 即使我这么省钱 然后我存了十年 我这样工作快十年 我也没有办法存到这么多钱 Other than saving as much as possible Minru is also trying to increase her income by getting a real estate license 我那个时候就特别 考了一个营业员的证照 然后未来可以给我的外国客人做 我认为是好要再继续加强自己的 专业知识 其实我现在遇到的外国客人 他们真的也有蛮多是保险相关的问题 那我现在就觉得说 我要考取一个保险的证照 然后来增强我的其他的服务能力 我们公司有好几个都是双照的 就是在增加自己的出入 我觉得你的想法是 这个 idea是非常赞的 While Minru hopes that diversifying her professional skill sets will boost her earning power Tourism graduate Yun Zhen has taken a different tack 所以我们今天来煮肉骨茶 很久没有吃到那个啊 新加坡肉骨茶的 之前有在新加坡工作大概四年多吧 做F&B啊餐饮业外场 其实我会想去的原因是因为 可能之前也是在台湾就是 工作到有点瓶颈吧 薪水当然是比台湾好啦 薪币大概两千三吧 我的学贷那时候还有四十 四十几万块五十万 就是高中到大学的学贷 我大概两年多 把那些学贷全部还完 你在自己台湾没有办法有发展性 你就会想要往外啊 我之前大学跟高中呢 都是读观光相关科系的 我有在旅行社工作过嘛 但我就觉得不是我喜欢的 其实薪水给的没有很高耶 大概才两万出头而已啊 我觉得文凭哦 就是我花时间跟劳动 换取来的一张A4的纸 我现在的工作是餐饮内厂 买日式火锅 但是是做兼职的啦 然后我还有另外一份工作 是在某家贩卖店吧 当销售人员 也是兼职的 我的薪水大概是三万块左右 现在 我一个月的那个保险费 大概要扣掉两万多块 车费大概一千两百八 吃饭我们一天抓三百好了 然后你三十几天都要一万块 没了 基本上就是每个月的花费 这样扣一扣啊 其实我根本存不了钱 其实我有想要去上长照的课啦 我知道上长照有蛮有发展性的 然后我自己本来生也有想要去海外发展 像这样的话是要考什么样类型的证照会比较好 这个培训计划你取得就是台湾的造福员的证照的话 好处就是你可以兼职接业 或是正职全职的工作也都非常的多 这样子 我目前是有想要再出国工作 因为我觉得台湾的薪水太难赚了 我出来工作时十六年 我从高中开始打工到现在 你看 我还是这样子 如果我还能去国工作的话 我还想去体验另外一种生活 而不是待在台湾做垂死的挣扎 这种状况就让很多人不放心 也看不到自己的未来 台湾这些年的确出国的年轻人 数量在成长当中 这个全球化里头的竞争力嘛 他就不以台湾这个小市场为范围 哪里有他更可以发展的这个机会 他都到那地方去了 那我们的组织叫做香香蕙 我们的组织叫做香蕙 我們是一個工藝團體 相信世代的清潔公寓 就是在COVID的期間發生的 我們那時候看到了另一個媒體的報導 讓我們心裡很被觸動 就覺得說這件事情一定要來解決 我們大台北地區有19萬低度使用住宅 那我們把有空房子的房東 和有理想但正在找房子的北漂青年 給撮合在一起 相信世代的清潔公寓有幾個比較重要的特色 第一個是移居的空間 移居的標準是連我們自己都想要住進去 那第二個是可以負擔的租金 我們會每個月提撥 相當於他房租25%的一筆錢給他 那第三個是我們會鼓勵他去 用他的創意和才華 去做一個對社會有正向回饋的一個計劃 這邊就是我們的合家58青年公寓 那這是一個藝術公寓 這邊有四個房間入住在裡面的夥伴 都是跟藝術有關的工作 像這位是志偉 志偉是一位演員 導演 編劇 舞者 舞者 他也是一位製作人 你在住到相信世代青年公寓之前 你都住在什麼樣的地方 來這裡之前我住在一個大概三四坪的套房 而且沒有窗戶 沒有窗戶 沒有陽光真的滿憂鬱的 那三四坪就是一張單人床 然後再加一個書桌 然後再加一個衣櫃 活動空間就大概只剩下這樣子而已 所以我一轉身就是書桌 一轉身就是床 一轉身是衣櫃 現在我覺得充滿了各種可能性 現在這個空間 他給我一個可以創作的空間 不只是經濟上的幫助 身心靈的狀態都差滿多的 努力了兩年的時間 照顧了大概四十位青年夥伴 可是相較於這六十萬北漂青年 就是一點點的比例 因為你說 哇 你就是一滴水 在汪洋之中的一滴水 感覺不太重要 但我們現在是沙漠裡的一滴水 我覺得比起去把自己搬到 國外的某一座城市 在那邊重新發展 為什麼我們不把自己 眼前所在的這個城市 給重新打造 我覺得可能 以大部分台灣年輕人 在面對自己薪資 相對沒有那麼高的情況下 只能就苦衷作樂吧 就可能會開玩笑的時候 我一輩子花錢去租房 可能還比自己花錢買房 還要省得更多 那相對來講 可能就是人生勝利主 也不一定 我對我自己的未來是樂觀的 雖然說有很多困難 很多現實要考量 但是我覺得只要努力 沒有什麼不行 就算最後達不到 至少你真的認真試過再說 創業比較會有壓力 起初可能不會賺到太多錢 但是我相信這個 我會好好的去挑戰它 然後去克服它 那也會有機會讓我未來 真的去買一個自己的房子 希望有這一天 我現在也會鼓勵同學 我說你不要以台灣為限 你到任何其他這個 所謂西方國家去的時候 以我們的勤奮 如果沒有語言太大障礙的話 我們絕對有這個 在就業市場上的競爭優勢 我近期的目標是 想要回到新加坡工作 再次去試試看自己 畢竟我還能去 台灣年輕人的 持續性的那個韌性 其實一直都很堅強 我很慶幸我是一個台灣年輕人 而且我在台灣為我的城市創造改變 目前為止 當然 你好